在寶山啊 在寶山这边扎营 边上这个 有几个房车 然后这个是流浪行者957的那个他们做的房车 这个老哥买的这个房车 咱们来看一下啊 参观一下里面 非常有生活气息 这点的银箱呢 银箱不是文箱啊 非常管用 超级管用 这上头有一个换气扇 那两边的窗户 他平时不开 因为他没有安纱窗 他说他完了要加一个纱窗 然后他就开那两个窗户 现在没开 然后他这儿的这个柜子现在也拆了 这两边有柜子 他都给拆了 拆了以后他是放狗来之前 然后现在不放狗了 所以就 他说他回去了 要把这两个柜子安上 不错啊 哎 这个小房车 很棒 他用这个车拉的 这个房车是个撞杀 哎 用这个车拉的 嗯 这么一拉 就可以 拖上了 这个车后头 你看一下 放的全都是东西 能看到吗 放的全都是东西 上头是一个行李箱 哎 用这种小房车出来非常轻松 开车也开的轻松 嗯 房车其实最重要的意义 它就是睡觉 咱要是说是喜欢那种 呃 家里家庭那种特别大的 那种奢侈感的情况下 那你就在家带的就行了 何必开放车呢 对吧 何必出来的 出来其实就是为了 这个大自然的环境 对吧 他今天整的两个凳子 两个椅子 刚回来的 然后整了个这桌子 然后我们在这坐的 喝了半天茶 很棒 围城 什么是围城的 我之前开房车的时候 就天天想摩托车 现在开着摩托车了 又有点想房车 因为房车太舒服了 两天晚上有点凉 我每天睡的这个帐篷里头的时候 还是感觉有点凉 一会给你们拍拍这两个房车